水果店老板不外传的保存水果小妙招,不学保证会后悔 1.香蕉先清洗掉表面的催熟剂 擦干水分后用保鲜膜裹住根部,这样香蕉不容易变黑 可大大延长香蕉保存期 2.吃不完的草莓这样放进箱子里,上面铺一层湿纸巾 这种方法存放三天,都还能清楚地看到上面的小细龙毛 3.用保鲜膜裹住芒果,可减少水分流失 装带密封后撒上少许盐,可保持带内干燥 注意芒果不能放冰箱,放常温保存就可以 4.清水中融入小苏打,把橙子放里洗个澡 苏打水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,橙子拿出晾干,塑料袋密封,保存几个月都不会坏 5.苹果用盐水浸泡5分钟,洗净后沥干水分,用厨房纸裹住装带密封 放冰箱冷藏半年,还是和新鲜的一样 6.葡萄,在喷壶中加入30毫升凉水,20毫升白醋,10克食盐 再放两瓶盖的白酒,摇匀,喷到葡萄上 然后放到塑料袋,抬出空气,扎紧袋子放阴凉处 这样可以储存很久 没学会收藏起来慢慢学,关注我学习更多生活小妙招